中国女卒射风黄霜,被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三家女卒俱乐部之一的巴黎圣志尔曼女卒,以其对内顶先的桥剑签钉,这则喜讯不仅得到了中国球迷的热烈祝贺,而且新华社还特意撰文,王霜打破中国足球流洋男的惩计。 来论述这次转会顶级豪门对中国女卒带来的巨大意义,但王霜却遭遇了法国媒体质疑巴黎高薪欠下她去炒作,王霜霸气回队,我是靠实力而来,法国媒体对保对中国女卒C罗进行采访时,提出了质疑,你认为自己是巴黎圣日尔曼开拓中国和亚洲市场的形象大使吗? 面对这样的雕感,王霜听出了贤买之音,她与到巴黎顶星,签钉,被法国媒体质疑为是一次商业炒作,但自信的王霜霸气回队,我不希望我去法国踢球,会被认为是一次商业运作或者市场策略。 我是靠实力而来,我只是希望能成为场上的11个女孩之一,自信都来自于实力。 23岁的王霜对于中国女卒,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。 在2015年年底的美国新奥尔良,王霜以一技精彩的零空建设帮助中国女卒,以1比0,终结了世界冠军美国队自2004年以来带主场总计104场不败的记录。 他还曾因为在领域奥运会预选赛时的精彩表现,被实验中国女卒主帅的布鲁诺,定义为中国女卒最终能是个八年打进奥运会的关键球星。 的确,内瑪尔、穆巴佩所在的巴黎圣日尔曼正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,但他们引进王霜,更多的还是出于经济因素。 他们希望现在地球队把王霜打造为前场核心,向女卒欧冠冠军发起冲击。 这从一个细节方面,就能看出他们对这位中国选丰有多么的重视。 王霜在巴黎穿的28号球衣的前任,是现在苏宁女卒的6号球员许丽外援。 她是国内足球界公认最优秀的球员,而且虽然打巴黎是以激进巴黎女卒队内定心的诚意卸下了王霜,但是这个对于王霜来说还算不上高薪。 巴黎给的薪资,连她在国内薪资的一半都不到,去南方都市报透露,王霜加盲巴黎胜日耳曼后,她的年限目前仅有50万人民币。 可见王霜不在乎高薪有多少,她为的还是足球梦想,面对法国媒体的高薪签约是炒作的质疑,王霜的霸气回队,真是令中国球迷解气。 同时,王霜也表示自己身上背负着很大压力,因为她代表着中国人去挑战五大联赛,也面临着类似于法国队报的质疑。 但她知道只要自己有实力就不惧怕任何挑战,而且王霜本人也看好自己的这次新挑战,我的风格属于技术型的球员吧,传控球是我的特点。 再加上现在足球的潮流就是以传控为主,然后正好巴黎女足也是一支这种风格的球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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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